这是我刚刚认识的非洲男朋友啊 他对我特别的好 我准备年底带他回家见父母了 你愿意给我回家去吗 现在我愿意 可以带你去回家 可是这个 我看到过一些视频 这个中国的女性啊 这个这个女的说 我听她好像是中国男方的啊 她说带这个男孩黑人到去见她的父母 到女方到中国 这问题不大 但是我看到一些视频 中国的女性嫁到了非洲 那可是挨打受骂 然后那个条件 那个房子就是那种茅草的 那种土坯的 反正这条件特别差 而且那些黑人有的还三四个老婆 反正小心 小心 是吧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也有黑人跟白人 黑人的男性 一般是年轻小伙子 找那种四五十岁的白人的中老年妇女 能差着一二十岁的 我们都见过 见过好几次啊 当然也有比较正常的啊 我也见过这个黑人妇女嫁给白人的也有 也有啊 不是特别多啊 这是一个大人 两个小孩闹点矛盾 这大人上手 把人的孩子打了 我小的时候就赶上这么一回 我都忘了为什么了 我跟我一个邻居的孩子 那个邻居的孩子比我大 我们俩不是一个属性的 他可能比我大 大不了一岁吧 反正他是头一年的 他是另一个属性的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早都忘了 我早都忘了 可能我们俩 闹点小矛盾 我都忘了 但是他爸 他爸上来就打我 我那会儿可能还 没上小学 也就是六岁左右 然后我哥 我哥比较生性 我哥比较生啊 我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会儿打群架什么的 我哥是相当厉害 在我们那一片挺有名的 我哥比我大十岁 那会儿大概十六岁 然后我哥上去跟他那爸 打他爸 为了我 我想那会儿 那个人的父亲 应该有三十多岁吧 结果我哥给他打得够呛 我哥下手比较狠 我记得我哥那会儿 文化大革命不上学 就那会儿叫什么 知农 知军 知工 知农 叫什么 学工 学农 学军 他好像是 是学农去了 到农村帮着农民干活 还是在工厂 好像农村 好像一个老师 说他一句怎么着 我哥拿起大板砖 啪 就冲着老师就打过去了 那老师蹭一朵 好像打在电线杆子上了 反正比较生性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也是 给我一个同学一板砖 打到后脑勺上了 还不是打他 我是打另外一个人 没打准 蹦到他的脑后脑勺 后来当时没什么事 过一会儿上我们家找我来了 另一个同学陪着 他们俩住同一个胡同 说我给他打的这个鼻子 耳朵 嘴 七窍 五窍流血 我没那么厉害吧 我没那么狠吧 但是当时我要打那个人 我是对他充满了仇恨 那个人特别坏啊 老给人家背后扎吱 给人家就是举报 给人家打小报告 出卖人 然后那么一个人 这个家长就太过分了啊 太过分了 这个护肚子 这个护肚子 有一种家长 叫护肚子 基本上我们的街坊里边 护肚子的家长 那些孩子长大之后都不成气 都不成气 有的五十多岁了 还单身 连个媳妇都找不着 工作也是很差的工作 凡是护肚子的 基本上那孩子们长大之后 随着年龄 岁数的增长 越活越抽丑 越活越抽丑 是吧 叫什么 蛆蛆罐里边养王八 越来越抽丑 啊